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结账的内容 那么结账也就是说 会计工作到现在结束了 完结了 我们就叫它结账 那么结账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会计的分期进行结账的 分期有我们的月分期 有我们的季分期 有半年和年分期 那么我们的结账也就分成了月结季节和年结 会计工作代表结束了 我们就要进行结账 但是在我们会计工作结束之前 结账之前 还要做一些相应的结账的准备工作 也就是说会计是一个讲究流程性非常强的工作 那么在结账以前都应该做什么样的程序性的工作 先看我们的第一个 在我们的结账以前 首先要把本期发生的经纪业务 全都要填制相关的会计凭证 填完了会计凭证 要把所有的经纪业务 以填制会计凭证的 通通登记到我们相关的账簿上 这是我们说第一个 把这期发生的所有的经纪业务 都要编制我们的记账凭证 并且登记到我们的账簿里面 那么好 做完了以后 而且要保证它的正确性 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 编制记账凭证 那么根据审核无误的记账凭证 来登记账簿 所有的都登记了账簿 并且保证了它的正确性以后 那么我们需要按照全责发生制的要求 把我们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全部要把它编制记账凭证 记录下来 全责发生制 会计的记账基础 那么什么是全责发生制 全责发生制 以权力和责任的发生作为记账基础 和现金收付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全责发生制 这讲的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费用 或应该负担的费用 无论款项是否收付 都应该在当期确认收入和费用 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款项已经收付 均不应该在当期确认收入和费用 全责发生制 两个凡事讲出了全责发生制的精髓 我们这本书就是按照全责发生制来编制的 我们所有的企业会计 也就是说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 都适用的是全责发生制 所以会计工作在你彻底的结账之前 要按照全责发生制的要求 把我们应该记录和应该分摊的费用 进行相应的会计记录 那么进行了会计记录以后 同样也要求登记到账簿里面 那好前两个工作做完 开始做我们的第三项工作 第三项工作讲的是损益类的科目 损益类科目一般都是没有余额的 所以我们习惯上才会叫它是虚账户 损益类账户的余额都到哪去了 损益类里面有收入类和费用类 我来分别看这两类 损益类里面的收入类的余额 我要转到本年利润的贷方 为什么要放在本年利润的贷方 因为收入的截转代表收入减少 要用戒字来表示 那么收入对本年利润这个所有者权益类 代表的是利润增加 利润增加要用带字来表示 所以我们在每个七步结账的时候 一定要把损益类里面的收入类 转到本年利润的贷方里面 代表了本年利润的增加 那么损益类里面的费用类 要转到本年利润的借方 有费用有支出代表利润会减少 那么所有者权益类减少要用戒字来表示 在我们结账之前 要把所有的损益类这些虚账户 只要存在余额收入类转到本年利润的贷方 费用类转到本年利润的借方 那么对于本年利润 我如果看企业盈利和亏损怎么来看 本年利润的贷方金额大于借方金额 说明收入大于费用赚钱了 相反 如果是我们本年利润借方金额大于贷方金额 那么说明费用大于收入 企业产生了亏损 看这个科目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把损益类转到本年利润里面 从这一个科目我就能看出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 非常的简便 方便了我们的管理 因此要记得在结账前的第三项工作 要把损益类里面的科目余额转到我们的本年利润里面 好都转完了以后看一下我们结账的第四项工作 要求资产类负债类所者权益类 结出余额以及本期发生额 那么作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一般都是有余额的 不像损益类需账户没有余额 所以要把这些有余额的都结出来 结出余额是第一个要求 还要结出本期的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也就是说这个月的发生金额 这个季度的这个年的发生金额 这是我们说在结账前的一个程序 先把所有的经济物都要编制记账凭证 并且登记到账簿里 确保登记的是准确无误的 那么第二个按照我们的权责发生制 把应计的收入和应该分摊的费用进行会计核算 那么第三步一定是把损益类的这些科目的余额 通通转到本年利润里面 收入类转到本年利润的贷方 费用类转到本年利润的借方 那么最后一步要把资产负债所有者权一类 结出本期的发生额 以及我们的期末余额 这是我们说结账前的这个程序 那么结出了发生额和余额 那么让我们每个会计期间都是先后衔接的 要把这个余额进行截转下期的会计处理 这样这期当期和下期还有以前各期就均被人为的连接了起来 这是我们说结账的程序 一二三四 在现实业务中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会计从业人员按照一二三四四个程序来做 这样可以去确保结账的程序是贯穿前阶的不可能发生任何的遗漏和差错 那么了解了结账的程序 那么还要向大家了解结账的主类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我们就讲过了 结账按照会计分期进行结账就可以 可以月结账我们会有季节和年节 三个月结季节和年节 那么如果是月结账的时候 那么我会在这个月的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的摘要栏写上 本月合计 写完了本月合计 把本月的发生额和余额都写上 然后在本月合计的上面画一条红线 在本月合计的下面画一条红线 代表月结的结束 也就是说一个月结束以后我要做本月合计 本月合计是被上下两条红线加到中间的 表示月结的结束 那么还有我们的季节 季节在本月合计的下面写上本季合计 那么把这一个季度的发生额和余额都结下来 那么然后在本季合计的下面画上一条单红线 表示季节的结束 那么还有最后的年节 年节要求在本月合计 本月本季累计的下面写上本年合计 那么本年合计要把这一年的发生额和余额通通的写上 代表一年的工作结束我非常隆重 在本年合计下面画两条红线表示年节的结束 这是我们说结账月结季节年节 月结季节用单红线加到中间就可以 那么年节一年的工作可算做完了 我得大舒一口气 所以要在本年合计下面画两条双红线 表示一年的工作结束了 非常的隆重 这是我们在了解了结账的程序 四个程序以后 又向大家解释了结账的种类 月结季节和年节 月结季节单红线 年节一年的工作可算做完了 所以要画双红线代表一年的工作完结 那么在我们的现实业务中 月记年都是如何被应用的 看一下结账的具体的方法 在我们结账的时候 如果对于管理上 我们不需要按月来进行合计的话 也就是说管理上说了 这些科目不需要做每月的合计管理 于是乎我们就会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 画上一条单红线 并且要结出我们这个余额 就代表我们月结的结束 最简单的月结 对有一些科目我们不需要按月进行结账的话 那么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 画上一条通蓝的单红线 就表示月结的结束 好 这是我们说最简单的啊 不需要进行按月记这样的话 那么在我们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 画一条通蓝的单红线 就表示月结的结束 那么除了这个 我们对现金我们的银行存款 这时候要求进行月结 现金银行存款我们的叙事账 日记账要进行月结 那么月结的时候 在这个月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 写上本月合计 然后把这个月的发生额和余额都写下来 那么在本月合计上面下面 都画上一条通蓝的单红线 把本月合计加在中间 表示月结的结束 那么对银行存款和现金日记账 一定要做我们的月结 本月的结账 那好 如果对现金和银行存款 除了我们要做月结以外 还要求做季节 还有我们的年结 好 这是我们说的银行存款和现金 那么对我们的收入费用 还有我们说的这些收入费用结账的时候 也要求进行本月的合计 收入费用本月合计 和我们银行和现金是一样的 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 画上一条通蓝的红线 摘要写上本月合计 把发生额和余额写下 然后在本月合计的下面 再画一条通蓝的红线 把本月合计上下两条红线 加在中间表示我们月结的结束 现金银行存款和收入费用要求 这么做 月结就可以 那么再看我们说 对有一些科目 需要进行本年累计结账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本月合计的下面 先做的是本季的累计 本季累计 我们三个月是一个季度 把本季度的累计下来 同样累计发生额和余额 累计完了以后 上下两条通蓝红线 把本季累计加在中间 和本月的合计是一样的 一定是上一条红线 下一条红线 把本月合计和本季累计 加在我们双红线的中间 两个红线中间加上 那么结出发生额和余额 那么当一年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在做第四季度累计的时候 一年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在我们第四季度的这个 本年累计的下面 画的是双红线 代表一年的工作结束了 这是对我们在实际管理过程中 有一些会计科目 我要了解一年的情况的时候 我除了要做本月合计 本季累计 那么还要做本年累计 本年累计 当累计到12月份的时候 把一年的情况都汇总了 这年又结束了 所以在12月份的本年累计的下面画 单红线就不可以了 一定要是双红线 用两条红线表示一年的工作的结束 好 这是我们说在进行结账的 现实业务中的第三种情况 有些科目我需要了解一年的情况 在本月合计下面写本年累计 那么当累计到12月份的时候 那么表示一年工作的结束 要画双红线表示一年工作的完结 那么还有我们说对总账账户 总分类账户 我们说平时的时候 不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 所以对总账户 只需要在每月月末的 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 画上一条通蓝的单红线 表示月结的结束就可以 但是画这个单红线的时候 要记得 把我们总分类账户的余额结出来 好 这是对总分类账户的 每月的余额的合计 那么总分类账户到一年了 累计到一年了 一定要做本年合计 本年合计一年的发生额和余额 并且要在本年合计下面画 两条双红线 也就是说双红线来表示年结的结束 那么月结季结单红线就可以了 这是对于总账户 那么再看一下年度终了的结账 年度终了千万要记得 一定画的是双红线 本年合计 本年累计在12月份的最后一天的时候 画的是双红线 那么画完了双红线以后 如果对资产类 负债类所有者权一类科目都会有余额 那么这个余额要在本年合计下面写上 结转下年 把这个余额就转到了下年 那么在下一年度账业的头一行要写上 上年结转或者是年初余额 并且把我们的借方代方的余额把它过过来 这样就使我们的账簿若干年间都进行了人为的联金 这是我们说结账一年的工作结束要用双红线来表示 如果科目是有余额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余额截转到下年 那么下一年的年初1月1号 一定要把这个余额过过来 叫它上年截转或者是年初余额 使我们今年和下一年的账簿 那么或者是今年和上一年的账簿 人为的连接了起来 因为会计账簿记录一定是连续的 全面的系统的 不可能有任何的间断 因此要用上年于截转 年初余额或者是截转下年 把若干年的账簿的数字人为的连接起来 那么这是对于结账需要大家了解的 首先结账的四个程序 结账的三种方法 以及结账具体方法的运用 了解了我们的结账 就代表工作可以什么呀 结束了